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 今天在台湾上空 云层少 水气少 各地的天气都来得比较稳定 但提醒您 明天天气要转变了 主要是在迎封面地区 因为明天北边会有一道封面一出来 受到封面影响 明天在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 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 新竹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飘雨 还好到了苗栗以南 中部南部不受影响 明天还是有机会见到阳光的 所以迎封面明年天气转变要当心之外呢 因为封面过了 后头呢 东北季风明显增强 所以明天白天开始 全台各地跟外岛的沿海 都要提防可能有9到11级的强阵风 这一点也是要特别留意的哦 接下来等到后天也就礼拜六 公投当天 水气虽然会减少 但是东北季风持续吹得迎风面 基隆 宜兰 礼拜六这一天还是有短暂雨 大台北 花莲 偶尔有些零星的飘雨 但到了桃园以南 台东就不用担心了 尤其在中部南部 礼拜六持续都可以见到阳光 接下来等到礼拜天的时候呢 这东北季风开始慢慢减弱了 进来的水气会更少一些 礼拜天目前看只有在东半部有些局部降雨 西半部都是可以见到阳光的 但下个礼拜的天气也要先提醒大家 跟这个强烈台风雷一有关 因为未来这个台风啊 它在周末的时候呢 会逐渐的开始进入南海 接着会进行一个大回转 整个回转上来看起来好像要接近台湾 不过在回转上来过程当中 强度会减弱变成一个一般的低压 但它的水气还是会被带上来 下礼拜一开始先是在中部南部降雨增加 接着下礼拜二 下礼拜三 全台各地都会有降雨出现的哦 另外温度部分 明天也要特别留意特别当心 地面图可以看到封面过了 后头高压移出来 明天冷气团就要开始南下了 所以明天啊 先是在北台湾 清晨的高温大约在18度左右 接着温度会一路的往下掉 越晚越冷 明天北台湾到了晚上 高这个低温就降到13度左右了哦 一定要注意保暖 这两天的温差非常大 另外中部跟东部 明天温度也会明显转凉 这种高温降到大约23度左右 也是要添加衣物的 南部影响比较小 南部明天白天的高温还有27度 但晚上之后温度也要下滑 这波冷空气的最低温 就会出现在礼拜六的清晨 预估呢 在中部以北地区 低温降到12度左右 礼拜六一整天温度都还是低的 公投日当天 尤其在北台湾 整天比较偏冷 要等到礼拜天 温度才会慢慢地回升上来 所以最后这天气上的小叮铃 要特别提醒大家 明天呢 在新竹以北东半部出门 记得攜带雨具 天气没有像今天那么好了 在整个北台湾温度明显变冷 中部东部温度也会下滑 南部呢 在明天天气品质 空气品质还是比较差 中南部明天清晨 还是会有局部浓雾机会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封面影响 明天在北部地区降雨要增加了 另外呢 在温度也要明显地下滑 明天清晨就是一阵天的最高温 接着温度一路地往下掉 基隆16到19度 台北新北17到20度 桃园16到19度 新竹也会有些零星飘雨16到20度 苗栗以南的话呢 不受封面影响 明天主要还是多云道勤 但中部地区明天温度呢 也会有所转凉 尤其在下半天之后 台中18到24度 彰化18到23度 南投16到25度 云林17到24度 嘉义高温25度 南部地区呢 在明天呢 空气品质还是比较糟糕 中南部明天清晨还是有局部浓雾机会 台南19到25度 高雄19到27度 屏东17到29度 南部呢 主要是明天晚上之后 温度开始转凉的 另外东半部地区 明天呢 降雨也要变多 温度也要下滑 宜兰16到20度 西带雨距 花蓮19到23度 台东19到26度 而在外岛地区来看的话呢 在明天呢 雨量偏多了 金门 澎湖高温20到22度 未来天气透过图卡告诉大家 明天呢 迎风面降雨变多了 北台湾温度明显下降 中部东部温度也转凉 礼拜六水气变少 但个地的温度不较低 尤其在北台湾 礼拜天的时候呢 温度慢慢回升 下礼拜一 留意台风残流水气开始接近 锁定台式气象 均开每天跟您聊天气